大家好,我们继续来介绍第四章课题设计 在前面的课程里面我们介绍了一个关键的套路 然后从三个方向来介绍了一下肿瘤的课题设计 接下来我们介绍心血管系统或者说代谢系统的一个疾病 那就是动脉周样硬化 选择科研设点是肠道菌群以及肠道菌群和宿主 对食物里面的胆碱包括左下肉碱这样的一个代谢 这是我们选择角度 后面是有一篇文章 我们介绍文章以前先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前期的背景 首先在肠道菌群 它有一个代谢产物叫TMAO TMAO叫氧化三甲胺 那TMAO它是一个新发现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危险因子 也就是说TMAO的表达水平啊 或者说它的含量是可以预示着心血管系统 它的发电风险的啊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TMAO它具体的产生过程和下流的机制呢 是这样的啊 我们知道食物里面我们吃的很多胆碱或者左旋肉碱呢 它进入肠道以后会被肠道里面的菌群啊 菌群呢来进行转化代谢 第一步呢它会转化成三甲胺啊 就是TMA这个小分子物质 那TMA呢它在我们的肝药酶啊 我们的肝酶里面呢可以进一步的被FMO3 这个酶来氧化成氧化三甲胺就是TMAO 那TMAO呢 这是它整个产生的TMAO啊 那如果是降低TMA的含量呢 则可以刺激居士细胞逆向的转移胆固成 而且呢能够抑制动脉质量硬化的形成 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逻辑了啊 就是胆碱经过肠道菌群 然后呢转化成TMA 然后TMA呢在宿主啊 就是比如说人的FMO3的作用下 它可以转化成TMAO TMAO的它的下位呢 是影响到聚氏细胞的一个功能 以及呢动脉质量硬化的形成 下面呢是FMO3 这个酶是宿主里面的一个酶 它的一个功能的介绍 还有呢TMAO它下面啊 TMAO它的下位的通路 大家看到这里面呢 影响到了血管的斑块形成 比如说它下位的通路是MAPK 还有NFKAB等等啊 影响到血管的严性反应 那它的主要作用会影响啊 胆固成的代谢 胰岛素抵抗 血小板的聚集 血栓形成血管炎症等等 最后呢是TMAOFMO3 还有TMAOFMO3 TMAO通路呢是调节脂质代谢 和炎症的主要通路 好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就好了啊 下面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呢 是15年的一篇CL 它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疾病呢刚才我们说了 是动脉质量硬化 然后它的主要代谢 也是刚才的这样一个啊 那最后的机制大家看一下 TMAO呢是微生物代谢产生的 动物实验表明 TMAO与动物模型中斑块的形成 以及动脉中央硬化 幻病风险呢是显著相关的 本文选取了TMAO形成过程中的 一个关键的水解酶啊 叫TMA的水解酶 作为一个靶点 那这个酶的作用啊 前面我们说它是把水把胆解 水解为TMA的 那这篇文章的主要创意点出来了啊 作者呢合成了一个非致死性的 一个小分子啊 叫DMB啊 DMB呢 它跟胆解的结构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DMB它的作用呢 是模拟胆解 但是呢能够抑制TMA水解酶的功能 这样的话呢 TMA水解酶它的功能被抑制了以后 那TMA的合成就被抑制了 所以呢 动脉周恩应化 包括往下的 比如说巨石细胞 巨石泡沫细胞 它的形成等等 都会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具体看一下通过一张图 这是左侧这张图呢 是这边CEL给出来的一个机制啊 机制或者是科学假说图 大家看到上面的是胆解 这是素素的饮食结构啊 胆解的成分 胆解的成分呢 进入这里面是肠道 肠道里面有肠道微生物 有一类肠道微生物呢 它能够分泌啊 或者说分解 这样的胆解 大家看到这是胆解 然后呢 这个TMA水解酶 是来源于肠道微生物的 分解胆解以后呢 产生TMA 那TMA呢 在肝脏的FMO这个酶的作用下呢 会进一步的被氧化成TMO TMO 然后呢 影响下游动脉中央硬化的 包括聚石细胞的功能啊 影响动脉中央硬化 那这篇文章 它合成的这个DMB啊 这个小分子的药物呢 就是在这儿的啊 大家看到它是影响到 TMA的水解酶 这样的一个活性 而且它是非致死性的 那右侧这个图可能看起来会 也会非常简单 胆解 TMA TMO 然后呢 动脉症状硬化 然后这是胆解到TMA的时候呢 来源的这个 是肠道菌群的TMA 水解酶 然后这个药物干预的 也是干预的这个水解酶 然后再往下呢 就TMA到TMO 它的这个过程中 那有一个FMO 这个酶 这是肝脏来源的 好 那这个方向 我们看一下相关有类似的基金啊 既然是T TMO这个小分子的代谢物 通过肠道菌群 跟很多前面我们说过的 动脉中央硬化 包括 胰岛素抵抗呀 包括旋软炎症等等 都是有关的话 很多项目就是围绕 这样的一个主题的 比如说像这种啊 跟 我们的中药啊 是有相关性的 大家看 第一个啊 比如说基于这样的一个通路探讨 肠道 微生物对 这个 匹施建运以高 这是 这是一个中药 它的直转运 障碍 它的影响 那再往下的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比如说这个老冠草素 那也是以肠道菌群为靶点的 调控的TMO生成 及抗动脉中央优化的 再往下里面 陈皮黄童啊 这个也是中药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 失热制 失热制的 血浆代言中 产物TMO影响到 内皮细胞紊乱 包括一些代谢手术 那肠道进行驱动的 这是针刺啊 针刺抗 痰瘀毒 制动卖这套硬化 然后二氢糖尿病 再往下是 这种中药的白地露醇 这也是一些 可能这个也不算是说 完全是中药的 一些小分子的 我们知道白地露醇呢 它是一个抗氧化的 这样的一个药物 然后其他的疾病 比如肌萎缩 主动 钙化性的主动卖 半磨病 血管老化 包括这个清血 小纸片 这些都是中药的 所以对大家来说呢 这条通路在这 而且呢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热点 那你可以结合 非常多其他的 这样的一些方向啊 各种各样的疾病 都会涵盖掉 那我们把前面的 这个文章给它改写一下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啊 第一个呢 是药物的方向 我们说 那DNB呢 它是一个 能够抑制 天霉水减霉的 这样的一个小分子 那我们把它改写啊 我们前面说到 比如前面我们看基因的时候 我们说白绿乳 白绿乳醇 这是一个 选的一个选题的思路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用到 其他的药物 其他的小分子的药物 等等啊 那你可以用这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医药 或者肠道菌群 那像前面出带 出现的这种 老冠草素啊 沉迷黄虫啊 清血消纸片 等等啊 这些都是 呃 我们的干预手段 那我们下游选通路 或者是选机制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 围绕T冒 它的一个生成 或者相关的通路 来作为选题 第二个呢 就是以T冒下游的 呃 功能和通路 为出发点 那前面我们也看到 像细胞的自视 啊 内置网线立体的应激啊 等等 像我的氧化应激 都可以作为选题的思路 第三个呢 就是T冒 它的代谢酶 FMO3 那 因为这个酶 它的作用呢 是把 呃 TMA呢 转化为T冒啊 它是起到一个氧化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 这个酶 大家知道 那酶既然你是酶的话呢 你就是蛋白 蛋白本身呢 它就可以被 很多东西所调控啊 比如说前面 我们介绍过的 呃 万件用套路里面的 非变网 转微子呀 假计划呀 或者是说 一些 一些抑制剂呀 等等都有可能 那你比如说 你要结合 DNA的假计划 有可能 你可以结合中药的 那有可能中药呢 会影响到 比如说FMO1 FMO3啊 影响到它的 DNA的假计划 从而影响到 FMO3的表达 啊 或者是说呢 呃 FMO3 它本身的一些火性等等 那来解释 临床上出现的 很多问题 这是三个角度 那我们看一下 具体改写的名字啊 而第一个 基于肠道菌型啊 药物方面呢 基于肠道菌型 会把脸的 DNA调控TMA的代谢转化 及抗动脉中央硬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第二个呢 基于也是肠道菌型驱动这条通路研究 DNA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新型的非致死 抗动脉中央硬化的药物 它的一个功能和机制 第三个呢 就是TMA的水解煤抑制剂 你可以一开始就说DNA 它阻断TMA的代谢抗动脉中央硬化 第四个呢 你就把它取出了一个新的小分子药物啊 它可以阻断肠道菌型这样的一个代谢 第二呢 这里前面是药物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以TMA和下游的功能和通路 比如氧化三减氨通过调节某一个 比如说这样的内震网线力体应激 促进钙化性的主动脉夹膜啊 等等啊 像这种都是以TMA下游的通路或者是功能为出发点的 第三个呢 就是以TMA本身它的表达呢 比如说像另一款或者麦款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非应用的机制 包括转入因子 放速化煤等等 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以来出发的点啊 那你结合我们前面的一个经典的或者说我们的万金油套路的话呢 你可以设计出非常多的项目来 好 我们往下看改写基金的立项依据啊 同样还是前面我们说过的 按照七步法啊七个步骤来写 那你首先要写的是 比如说动脉中央硬化它的一个呃 假如我们这里面啊 跟中药是结合的 那跟中药结合的话呢 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你首先第一步你要写 比如说动脉中央硬化 它呢 临床危害对吧 然后呢 是中药干预 那可能有一个中药 它是可以啊 缓解或者说治疗 动脉中央硬化 这是它的临床问题 但是呢 动脉它的具体治疗动脉中央硬化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是不知道的 那好 第二部分我们来开始总结研究现状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先交代 肠道微生物这些年的 它的 研究的现状 特别是像一些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包括动脉中央硬化 像这样的代谢疾病等等啊 它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交代一下 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从饮食里面的胆解 到TMA到TMAO 中间相应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条信号通路 然后把这个交代好以后呢 就是对于如果是专家 不是太熟悉的话 让他知道 那肠道菌群所调节 或者说代谢的胆碱 它的一直往下流的TMAO等等 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是最新的科研热点 而且呢 已经得到像非常好的 这像CLAO等等 这样的主流期刊所认可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呢 你要看 你的工作基础了 那我们说中药成分呢 它到底是如何影响 就基础的问题啊 中药成分如何影响FMO FMO或者是说呢 TMAO它的活性的 那你可以提一个假说啊 可以有非常多的假说 比如说中药成分呢 结果我们发现也好 或者是说呢 有别人报道 说它有可能影响到本身肝里面的很多酶 或者是呢 肠头菌里面有一些酶的表达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把工作基础给放上去 那中药治疗 动脉中央硬化 然后呢 它调节FMO3的活性 或者是呢 它的表达 以及呢 这个TMAO的含量 那你比如说你要用老鼠来做啊 用老鼠的模型 可能先建立动脉中央硬化的 它的模型 然后呢 用中药治疗以后啊 你可能发现 TMAO的含量降低了 而且呢FMO3它本身的 它的活性 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然后再看肠道菌群的一些情况 可能要做一下 这样呢 能够把中药 动脉中药硬化 肠道菌群 以及或者是FMO3 或者是TMAO 把这一些呢 给它联系起来 最后呢 你提一个假说 那个这个假说呢 就是中药通过调控肠道菌群的 这个酶的活性T 这是水碱酶啊 影响它的活性 或者是呢 宿主里面FMO3 它的活性 来治疗 影响到TMAO的含量 从而来影响 来治疗 动脉中央硬化 你第六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你展开的 研究总结 那这里面就会有好多东西了 就看你前面做到哪里了 你需要证明中药和 动脉中央硬化的疗效 然后呢 证明中药对 肠道菌群 还是说对宿主本身的这样的 FMO3 它的影响 那影响的具体 比如说是影响到肠道菌群呢 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机制 把这一部分的工作 你可以按照明床细胞 动物以及机制 可以从这四个层面简单的列举一下 然后最后呢 就是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因为肠道菌群 这样的研究呢 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一些 如果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些棕树啊 等等 好 那我们改写的研究内容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呢 是你可能首先要建立 动脉中央硬化的动物模型 第二个呢 是中药的来治疗 大家注意啊 中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一般你要看什么样的一个技型啊 很多中药 那你可能对老鼠来说 可能就直接思维就好了 思维以后呢 对动物来说 你可能要看一下 它的斑块 斑块的一个大小 比如斑块的减小啊 或者是斑块的一些表情 然后呢 巨石细胞 那你要看一下巨石细胞 从细胞水平上的一个表情 然后呢 还有就是T帽的浓度啊 或者它的含量 第二部分呢 就是中药血清 它改变肠道菌群 它的中药性啊 和TML 大家知道 肠道菌群和这个水减酶 它俩都是对于菌群来说的啊 那FMO3呢 这是对宿主来说的 那到底是哪一个 是前面菌群呢 还是宿主 还是说两者都有 第三部分呢 就是机制 机制这一部分呢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展开说一下 呃 第一个呢 就是中药 桥结 肠道菌群的多样性 特别是呢 这个 TML啊 就是这个水减酶 阳性的菌群的比例 比如说 大家想想 那你本身菌群 多了 或者是菌群少了 这有可能导致对呃 TML啊 它的一个产生的影响 第二个呢 是中药的成分 它不影响菌群 大家看一下 这个层次啊 它说的是不影响菌群的比例 但是影响呃 这个水减酶的活性 或者是它的含量啊 这是第二个层面 这两个呢 都是影响的菌群 第三个呢 就是中药成分 不影响菌群 也不影响 水减酶的活性 那你不让水减酶的活性 它的一个标志 就是呃 TMA它的含量不变 但是呢 TMAO的含量有变化 TML的含量有变化呢 那有可能是 这个呃 宿主的FMO3 它的活性 是受到了影响 那你受到影响以后 那你就可以继续的 来展开 看中药成分 如何影响宿主啊 那有可能前面 我们说的这三个层 三个的可能性 有可能会都有 我们看一下 它下游的机制啊 在呃 做菌群研究的时候呢 有一些实验 大家可能需要 呃 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啊 第一个呢 就是看 比如中药影响的菌群了 那呃 我们可以通过16S 来测评一下菌群的多样性 然后呢 进行现在的验证 然后第二个呢 这里面啊 这里面是通过红金属 鉴定 这个PM这个菌啊 PM这个菌呢 是呃 在前面这篇 sell的文章里面 出现的 能够呃 分泌啊 或者是说产生 这个水解酶的 这样的一个菌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红金属 鉴定一下 跟这个TMAL这个基因啊 它的同源性比对 等等 看一下是不是还有 其他的菌 可以产生这个水解酶 那第三部分啊 就是我们在做 呃 肠道菌群性的里面 有一个分辨医治性的 分辨医治研究 啊 这是一个非常呃 经典的一个实验啊 第四个呢 就是中药的活性成分 那你如果是不做活性成分 那你一个辅方做呀 等等也好 都可以呃 但是我们在做中药的时候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在说啊 就是呃 你一般呢 可能在家做动物啊 做动物以后的 他的 呃 还要血清啊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动物和细胞的实验 那你动物可以直接思维就好了 那细胞处理的时候 可能你直接用呃 他的含药血清啊 来进行处理 第二个呢 就是中药的成分 不影响菌群的比例 但是影响它的活性 那前面这两部分 可能你都要做一下 第三个呢 就是要看一下 这个水解酶 他的体外酶活的 要做一个筛选 你要看一下 不同菌株的 他的这个酶 我们进行人工合成以后呢 要看一下他的呃 TMA他的一个合成的活性 是不是有差异 那第四啊 就是活性成分的分离 然后第五呢 就是你要加一个阳性对照啊 加一个阳性对照 它有抑制剂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DMB 做一个阳性对照 然后第三部分呢 就是中药成分不影响菌群 啊 TMA的含量也不变 但是它影响宿主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药影响 正常的 比如说我们宿主里面的 这个基因 它的活性 或者是表达啊 那你这个时候 你要看一下 TMA和TMO的含量 那理论上说 如果是只影响FMO 它的这个活性的话 那TMA的含量应该是不变的 那TMO的含量呢 应该是有变化的 那我们要做一下 它的表达和活性的测评 那有可能是 比如说它表达上面 呃 有异常 那表达上面有异常呢 导致产生的TMO 含量有变化 那你表达我们就知道 一个蛋白 要看它的表达的话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 还有呢 就是它的活性 比如说中药里面 可能有一些 小分子的一些物质 它有可能跟 呃 比如说TMA 它的结构呀 或者是说等等 是比较像的 从而影响到 呃 这个FMO3 它的活性啊 这也是可以来解释 呃 这个TMO它的含量降低的 呃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各种各样的套路了 好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介绍的是 多卖中药硬化 选择呃 方向呢 是我们所说的 肠道菌群 以及代谢 后面我们在做 课题设计的时候呢 选择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呃 这部分介绍的 可能比较简单啊 因为这篇文章 我们也没有详细的来介绍 这篇文章呢 相对来说 可能对大家有点困难 对于我们要申请 呃 青年项目来说呢 你可以直接 从前面的我们的 胆检啊 TMA 还有TMAO 或者是说呢 TMAL 这一个每 以及FMO3 这些呢 作为出发点 呃 青年项目要求不太复杂 那如果是你要申请 一个面上项目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 从前面的中药 这个角度来说 前面我们说了 三种可能性 那影响菌群的 有两种 影响宿主的 有呃 有一种 那呃 呃 一般来说呢 一个面上项目 是需要有两条路的 那你可以把前面这三个呢 进行组合 比如说 它只影响菌群 但是既影响菌群的一些风度啊 特别是这种阳性的菌群风度 也有可能影响这个 酶的活性 那你可以这样来组合 也有可能来进行进一步的组合 比如说既影响菌群 又影响呃 宿主 也就是它影响TMMO 它产生过程的两个步骤 比如说它既影响 呃 这个水解酶啊 TMAL 这个水解酶 有可能影响FMO3 这个酶的表达 或者是活性 那你可以就是两个步骤 都有可能影响 都有可能 做解释啊 那具体的 内容呢 大家啊 比如说这钥匙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大家从文章里面啊 可能需要详细的看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包括比如说非免移植实验啊 等等 好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